同学们请看这道题 正方体的六个面分别写着A到F6的字母 如下图摆放 给你给了三幅图 问你哪两个字母是相对面 90%的同学拿到这道题无从下手 白老师今天给你分享一个很好的方法 叫做逆向思维 好我们看一下 A在上面他问你下面是谁 相对面 下面是谁我也不知道 但我可以判断他一定不是B和F 因为B和F与A是相邻的面 听明白了吗 好那再往下走呢走不下去了 因为A只出现了一次 那我们找那个出现平次较高的 找这个B字母出现两次 B的对面是谁 一定不是A和F 也一定不是C和E 因为这四个面和B都是相邻的面 所以B的对面只能是D B对D 好那我们再找那个出现平次较高的E字母 E的对面呢 一定不是BCDF 那E的对面只能是A E对A 那剩下的C呢 就只能对F了 这种逆向思维在数学中非常重要 你学会了吗